陈文中 李文中 一个时间一个交金钱 时间就是金钱 这两个柯文哲的 几乎可以说是左右手 大小钟 陈文中负责的就是柯文哲的时间 包含人事实地务 他就是他的随身的办公室主任 所有的事情 大小都是交给陈文中处理 所以包含行程秘书的工作 包含所有的接待的事物 相关提东西的事物 甚至是连柯妈妈的行程 都有陈文中来主管 陈文中最近四叉猫 昨天四叉猫又爆了料 四叉猫本来爆了料 叫做金华城的一些员工 捐款给所谓的党部 每个人捐款上线 叫30万买 陈文中也有捐 陈文中也捐了 为什么要捐 警察的薪水不过五六万 几乎捐了半年的薪水 给党部 所以我真的怀疑 陈文中真的有捐吗 所以正人的身份 我相信陈文中可以讲实话 陈文中不是他自己的 对有可能是金华城的员工 一模模一样样 就是所谓的化整为例的方式 捐给了党部 所以四叉猫爆料 不只是金华城员工 包含陈文中也有捐这30万 而除了陈文中之外 到底还有多少人捐给党部 是用化整为例的方式 都不是用自己的钱 而是金华城的相关对价关系的钱 进到党部里面去 这个东西民众党 党部当然要说清楚 讲明白 但是民众党已经发新闻稿说 我们的政治现金一切合法 我就要提醒民众党跟黄国昌 上一次因为对价关系 收受所谓的不当的政治现金 是哪一个党主席 就是徐永明党主席 徐永明党主席 在2020年的时候 收到了收购案的政治现金 而这个收购案的政治现金 因为开了几场协调会 就被一审被判7年4个月 而柯文哲 这个叫做实质影响利益 直接把所谓的陈情文 交给所谓的都发局去研议 这个东西当然会形成 跟金华城的对价关系 而这些不当的金流 跑到了所谓的柯文哲的 民众党去的时候 是不是形成所谓的对价关系 和不当的政治现金 而未来有可能是起诉的 非常重要的关键 但请教一下伊桑哥 因为昨天我们没有讲到这个人 包括黄新香 他是柯文哲的前行程秘书 那有随乎之外 他又传了这个前行程秘书 而且还比宗旨来呛销 是对柯文哲很不满 还是对大家很不满 干嘛呢 他到底了解柯文哲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特别传他 行程秘书 我必须说了 行程秘书 他比较有完整的所谓的行程资料 而陈文中有的 因为毕竟2022年之后 陈文中就已经不是随行秘书了 那不是随行秘书 相关2022年之后的行程 可能他就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必须调另外一个行程秘书 来补足2022年之后的 相关的行程嘛 因为包含所谓的逃租影员 都是2022年之后 我们被爆料出来说 有去逃租影员嘛 所以另外一个行程秘书 是不是这个作用 而之前的行程秘书 当然是陈文中嘛 陈文中跟柯妈妈的关系 从这一份我跟他那一记录 在2019年选举的时候 他还得负责柯妈妈的行程秘书 有人说所有要柯妈妈 去辅选的行程 都要汇报给陈文中 汇报给陈文中 调度所谓的柯妈妈的行程 大家看 这个你好 我想预约柯妈妈 11月20号的行程 他说柯妈妈11月20号 已经台南高雄了 不能再到台北去了 所以相关的行程 陈文中最清楚 好 那我必须讲 我觉得今天除了这个 大家把焦点放在童中白身上 其实有一个人大家忽略了 是一个叫做陈文中的 陈文中 不是李文中 是陈文中 陈文中他是谁啊 他是这个柯文哲的随户 当时跟着他六年 是大安分局的 这个行政组的组长 那当然今天周刊有指向 就是说 这个因为他是他的贴身随户 还有包括柯文哲的一些 什么行政的秘书 都有被约谈 其中还有一个比中值的 对 那是不是要跟他去调说 当时USB有一个什么 沈静经 小沈150 我敢跟你说 没有那么的简单 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要确认 当时什么这个1500 是不是跟沈静经见面 其实叫来问一问就好了 不需要 我认为陈文中 是一个破口的关键 因为他长期跟着柯文哲 这个六年的时间 他对于柯文哲的行程 知之甚强 而且你要去看 有一年这个周刊的报导 他特别去介绍 陈文中跟柯文哲的关系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话 是讲到说 当时有一个白银民众党的药角 要见柯妈妈 还要透过陈文中 才能见到 一个白银的药角 白银的药角 都还透过陈文中 才可以见到柯妈妈 对 而且陈文中 他为什么后来跟柯文哲 关系破裂 因为他有一段 是周刊讲的 是说 他对外一直自称 是柯文哲的贴身 心腹秘书 所以他打着柯文哲的旗帜 在外面 不要说招好上片 可能就在外面 这样一直讲 所以后来 还有导致腐败的加班费 才跟柯文哲 就是说他就离开团队 可是我必须讲 后来 他在民众党创党的时候 他不但加入变成党员 他还捐了三十万 他还捐了三十万 政治现金 给民众党 回捐助理费 不是就从这边来的吗 之前不是陈志然也说 他要回捐薪水 然后是不是要办 民众党的尾牙 陈文忠也要回捐三十万 可是我觉得很难想象 你一个柯文哲的随护 一个大安分局的行政组组长 你的薪水到底多少 你竟然还要捐三十万 给民众党 所以我严重怀疑 这个陈文忠 是不是又是一个人头 因为反正当时又是什么 九九九九九 所以等于说 同中白跟这些人 基本上很可能就是 这个金华城的人头 而且我觉得怀疑 我觉得可以用 钱金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说你看 二零二零年的三月十号 便当会之后 这些人都是陆陆续续 在三月二十四到二十七号 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会款 这些只是目前 我们看到的员工 对 目前七个 你还不晓得 威竞里面有多少员工 是不是拿着这些钱金 有没有可能都是 一个一个三十万都进去了 所以为什么那么巧 在三月十号的便当会 隔不到十几天 你这些人就开始 陆陆续续的会款 所以现在外界都开始质疑说 你这个是不是很可能 就是金华城开始的钱金 钱金到底有多少 目前为止如果你七个人 一个人都三十万来算的话 至少有两百一十万 先入了民众党的户头 但小玉姐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怎么克文哲第二任任期 二零二零一开始就这样子玩 他都没有在怕的 是不是 二零一四就这样玩 他后面 他前面的防火墙 都已经被扫掉了 你看什么林青蓉 林周明 这些反对的全部都扫光 所以他在开始 肆无忌惮的开始干 所以我觉得这些 是钱金的可能性 我认为非常的高 还没有钱之后 等爱格蒙 因为前两天有讲 调查局洗钱防治中心 现在叫洗钱防治宿 下面的金融情报中心 已经请国际洗钱组织 帮忙协助 那我们有交付两个 国际洗钱组织 一个是爱格蒙 最大的 一百七八十个会员国 那我们是其中之一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组织 就是亚太洗钱组织 那是亚太地区的 那以前 以前 这个要有点时间 因为你必须要给对方 非常清楚 你要查谁 然后如果是公司 这个公司的英文 正确的名字是叫什么 完整的名字 那你从客人这边 不容易有这种资料 可是审计金这边就会有 因为审计金应该会有海外公司 然后会有海外账户 然后相关关系人 这个关系人 比如说审计金的小孩 他有两个儿子 或者其他的 这些都会去查 但是你行文过去 人家要把你查回来要时间 像以前有一个 吸金洗钱案的 那一对夫妻 他们后来跑出去 跑出去的时候 有把钱汇出去海外 因为你要生活 那个钱汇到哪里 汇到拉脱维亚 汇了一百多万美金 一百多万 跑到拉脱维亚 那个时候 还是阿扁 陈继扁当总统的时代 那个时候台湾有人知道 拉脱维亚的可能不多 那个钱照样 拉脱维亚帮我们把它扣住 然后后来这对夫妻 是在泰国落网 因为没钱 就被抓了